請大家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關於這次 他們正在做一個什麼樣的3D電影的一個手工藝 那我們這次的話就是以他們操作3D電影筆為主 那他們的主題可能是讓他們可以去做他們的同軍的那個領圈 那除此之外就是讓他們可以自由發揮的去做一些3D成型的東西這樣子 3D電影然後他們拿著一支槍 然後還有那個各式各樣的原料的 所以那個是以金屬還是塑膠為主 這個是PLA塑膠為主 那它是一種就是玉米成分的塑膠材質 所以意思是以後是可以分解的就對了 對 然後他們現在這個就是等於是簡易型的一個工具就對了 那像你們研究發展中心應該就有所謂的3D電影機是不是 對 那我們現在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作品也都是用3D電影機印出來的 那現在3D電影大概運用在哪一些科技或是實際在這個商業行為上有哪一些 克制化小量的克制化產品 可能是也是做一些打樣做一些模具 那如果要進一步發展的話像是 就是石膏 石膏可以把石膏本身用來固定的 那3D電影它就會把射進成也可以固定你的手臂 就是看是不是能拿來取代石膏 所以目前就是以這個打樣為主 那有沒有變成可以把這個實際的用東西變成替代品這樣子 有可能嗎 嗯 目前的話它其實是也有金屬材質 它甚至應用在航太科技上面 只是就是成本還是比較高 那如果是比較 我們家用的 家用的部分的話 它還是取向於基本的 可能像是你家裡假設你有一個燈泡如果壞掉 那它可能底座壞了 你可以列印一個也是塑膠材質的底座 是可以的 那以這一次的一個體驗為主 這個小朋友他們如果回去有興趣的話 他們有沒有可能自己買相關的一個工具跟材料 自己在家這個嘗試 你們現在做的這些東西 當然可以 所以它大概需要哪些東西 主要就是這支3D列印筆 那它的成本其實不高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材料本身是用都是一捆的 那就是也是只要有這個一捲這樣子的材料 就可以就可以使用這個3D列印筆了 所以它等於是有點像熱熔槍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把那個材料融掉 然後做出它各種他想要做的一個形狀 沒錯 它也可以用拼貼的方式去做一些 可能建造一個小小的房屋 有點像樂高 那你可以把它拼貼出來 就比較立體一點 那目前你們3D列印有沒有相關的一個科系 那它未來的發展是哪些 它可能比較算是創客 我們會說我們有三個工具 第一個就是3D列印 第二個是雷射雕刻 還有第三個是CNC 那這三個的話相關科系會比較偏設計 設計方面的學系 並沒有特定的學系 所以現在大量還是以這個設計為主 還沒有辦法做所謂大量量產的一個東西 它的導向不會是量產的 因為它就是可以客製化 然後可以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它有沒有可能變成一個藝術品 有可能 因為它甚至你想要做那種小小的精緻 像是戒指的 還有另一種光顧化是另一種成型方式 我們這種的話是叫FDM 是一般的熱擠出的成型方式 那光顧化它是用樹脂 就是用紫外光去照射 讓樹脂硬化 然後它出來的就會比較光滑 比較細緻 那我們再去可能度營 那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手勢類的產品 好 謝謝我們的這個講師陳雲 嗯